這個節目是ご覧のsponsor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現在已變成文化創意產業的一歡 目前為全世界流行的文化之一 甚至還能跟盤流文化抗感 現在動畫跟漫畫關係非常的複雜 呃...貴旋跟漫畫 1998年創刊東漫資訊月刊為起源 迅速發展後,我們可以簡稱動漫為ABG 後來推薦了清小說,我們呼寫下個N 簡單來說就是ABGN A Animation C Comic G G N Noble 今日動漫這詞只有在漢語地區使用 呃...特別是我們台灣 當今動漫這個詞常被各種新聞、媒體、報章、雜誌頻繁使用 導致社會大眾對動漫的誤解也越來越多 如果你說海綿寶寶、老皮看血活寶、百科 是動漫 我絕對會打你 另外,現代甚至有很多人認為動漫是青少年這樣的動畫 有些確實適合青少年看 比方說,賢中同學如此而慵懶 但她就是黑翔的魔女、高校艦隊、一群超人的等 而深夜播放不遺而同的有 常常名氣之時、Another、原之空、妖精的旋律、Score Days等 老實說,不包含我舉例的適合青少年看的動漫 剩下的包含我舉例的深夜動畫 其實很多都涉及性暗時、血清、暴力、色情 但始終他們都沒有約解 但是台灣新一代的家長 老是將責任歸咎於播放這些的媒體 而不是管教自己的孩子 越聽的態度及時機,甚至是恰當性 這讓我們早已在接觸動漫的親民感到非常困擾 那這邊的關系圖我來說明一下好了 動漫與周邊各種傳播媒體的關係 好的,比方說,現今正夯的美國隊長、鋼鐵人 他們都是每次漫畫改編成真人電影 然後改編成適合而同觀看的動畫 變形金剛、超人、蝙蝠俠、X戰兵 必然如此 而日本這邊的舉例有 火星一種、羅馬漁場、要聽神明的話 比方說,原作是遊戲的《當玩論破》《未來日記》《國際》 改編成動畫 比方說,由聽小說直接改編成動畫的《衛物與靈之始末》 所演的下那《遊戲人生》非常多 比方說,由漫畫改編成動畫 再次改編成電視劇的 由《暗殺教室》《寄生獸》《暗物與死亡底細本》等 由日本漫畫改編的《臺灣字》連續劇 就不說了 因為評價很低 作品是自創不受商業影響的自我創作 或者是自主的創作 它比商業創作更有創作的自由度 以及想創作的就創作什麼 漫畫同仁作品是 以由商業性的動漫人物為基礎進行的二次創作 通常被廣泛用於指愛好者用特定的文學、動漫、電影、遊戲作品中 人物在創作 情節與原作無關的作品 而同仁並不一定是在創作 也可以是原創 而二次創作也不一定是同仁 再次強調 二創不一定是同仁 可以是官方授權與人創作的作品 舉例來說 日本耐虛蘑菇的Fate Day Night命運停止之夜 被同仁畫家惡創作 名為魔法少女伊莉亞的惡創作品 甚至能做出與原作人氣批敵的動畫 我們聽聽看 雖然的UP主聽之君怎麼說 這是一部GEO GAME改編的動畫 《耐虛蘑菇》 日本知名作家 樂出眼裡的沙士比亞 資深RPG出眼裡的馬化騰 支手創造行樂世界的男人 他的作品 創造了原作改編動畫史上的奇跡 一 某公司根據某行樂作品 改編製作出了一個 完全不存在於世界上的動畫 二 自家系列中口碑最好的改編作品 竟然和創世神本人沒有一毛錢關係 三 一部純粹是瞎筆搞的 同仁漫畫改編作品 竟然可以拯救大招心的暴死光環 押紋作品 freed 二字幕 二列並開始 二列以簿 列乱 sucking 押那 Dav 主是 admirable 同仁作品包括改編的、對正式出版的作品 甚至與同仁作品進行二次創作的 也包括原創 同仁界中的人们时常会创作出不同形式的同仁作品 包括同仁小说、同仁漫画 出版同仁制是把这些同仁创作跟同道中人分享的方法 许多同仁作品都会由他们自费出版制成同仁制 并在自费出版的同时聚集饭社会摆摊的形式分享 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将自己的作品勘载在同仁制上 而是透过各大社群发表 其中CG类的作品最方便发表 除了全球搜寻引擎霸权的YouTube视频网站外 还有日本的NikoNiko、中国的Bilibili 以及全台湾最大的ACGN论坛巴哈姆特 跟分享CG的PIXID 除此之外 还有同仁游戏 比如说 同仁音乐 比如说 同仁MV 比如说 同仁广播剧 比如说 同仁广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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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同仁广播剧 而在我们所提到的同仁制贩售会中 常常可以看到实体表现同仁的COSTAIR参与者 又是可知 同仁之内并没有形式上的限制 同仁广播剧 这些真的只存在原创跟抄袭吗 我轻轻借用 知名CG画家西米老师的分析 来跟大家介绍 其实原创与再创总共分为六大类 基本上原创作品为创作人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同意 禁止任何加工改造的行为 加工改作包含改色 加笔等 如果这张图以金授权给出版社使用 出版社也连同拥有全追溯侵权的行为 合约中若有不得授权第三方使用 就连创作者也不能随意在合约之外的地方做商业使用 我们来看看学习方面的临摹 临摹低于对作品的欣赏与喜爱 在学习立场去理解这张图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很多人会使用仿化一词 听起来有些贬义 正确的临摹会带来学习的非常多的注意 不只在技术上有所磨练 也能在大脑中建有效的资料库 非常有学习的价值 临摹都只能算是练习而已 这边强调只能算练习而已 如果将其视为自己的作品 未免有孤名调域之行 如果真要发表也必须佈上来源 才是尊重原作的行为 但不论是苗图或是将原图放在一旁 用自己的技术临摹 只要牵扯到商业贩卖行为 都肯定是违法的 网路发达的时代 公开自己的临摹图 放到网路上造成不少争议 希望能推广更注意的礼仪 创作者于创作时未接触该相似之他人著作 的作品仍具原创性 是受保护并且未有侵权的 虽然不论是股价或创意上的模仿 都难以界定是否违法 但在道德上都是不妥的 这也是近来常有争议的部分 因为就合理的使用或抄袭的其他的作品 之精神及创意判定都很主观 且不谈论侵犯著作权为 告诉乃论 原作不提告其他人也束手无策 其实原作有意提告 如无具体证据要告成还有很困难 但是大众的眼睛基本上都很雪亮 是否违反道德的抄袭行为 相信大家还是有目共睹 也期望所有创作者 要避免直接使用他人的心血 二创作品 因为喜欢某个既有作品的角色 明显以其作出延伸的创作 并非刻意剽窃 但仍有可能侵权 虽然容忍场中包括了原创和二创 但不可否认的 在场子中二创是远比原创还要吃香的多 支持者虽然用二创表达 对原作的喜爱 以及其间皆知宣传的效果 但这些也变得越来越牵扯到利益的时候 一切都变直了 又或者前一阵子英文老师的事件 原作虽然不介意大家画老师的二创 但出版方 皆于此未在有教育意义的角色 希望大家避免画张张图纸 就要尊重他们 而非大方爵词地批评原创的不是 甚至本末导致的行为 人家原创愿意让大家进行二创 是原作感谢读者支持给的方便 但别因此当成随便 虽然大多数的原创不会对二创者提告 但大家仍需保持谨慎行事的态度 并对作者保持尊重的态度才是 我们说致敬作品类似于二创 刻意采用既有的作品中众所皆知的原则 来表示对其贡献的敬意及喜爱 虽然致敬是二创的一种 但另外分类是因为致敬不一定是使用原作的角色 可能只用其中一个梗或精神而已 如果人担心会有疑虑的话 也可以用文字辅助说明致敬的对象或致敬的梗 最近看到动物方程式中也有许多致敬的例子 像是鼠老大之于电影教父 以及列车实验室上的羊之于绝命读师 了解的人看了会会心一笑不懂的人 会在得知以后也可能进而对原作产生的兴趣 而本作是因为原作角色在第一次出场时 就是用飞天筷子在吃小笼包 所以用这个梗 致敬跟抄袭有许多人还是弄不清楚 其实就看他的心态是致敬还是抄袭 有位网友的回复很好 其实致敬就是希望你发现 而抄袭则是不希望你发现 另外还有举例日本动漫小松先生的六位主角 代表其他动漫作品中的主要角色而画出对比图 一群超人因为人气飙高 而让动画组制作出故意模仿原作的画风 让观众误以为作画崩坏 而参考的部分 创作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需要一些参考资料或创意的启发 但这并不是将别人的创意具为己有 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延续前人的智慧得到创新 再者如果完全不收集资料的话 画出来的东西就容易不够有说服力 比如画水 因为水的支带与光影较为复杂 如果没有找资料的话 就会很难画出准确逼真的样子 除了从照片中真实的样态以外 研究他人如何诠释也是很重要的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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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